美国跟加拿大有一条路路通道 有这么一个像大彩虹桥似的 大伙看到没兄弟们 有一个大彩虹桥 桥这边就是加拿大 桥这边就是美国 看到的咋看到 这么一个大彩虹桥 数公里长 有这么一个车 有个车就往加拿大来的 加拿大就往美国境里开 开到这个他妈的彩虹桥中的 帮家炸了 炸天上去了 两个人当场崩死了 炸完之后 这桥体没打地 我因为兄弟们 你看果哥猜的有没有道理 我就因为这个车 本身可能是要炸这个桥 没等炸桥 你妈车干天上去了 桥没打地 往美国对外公共的 这次爆炸事件 跟那个恐怖袭击 没有任何关系 绝对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没有 这就是正常的汽车 窗户栏上了 往窗天上去了 往是掉地下爆的炸 兄弟们 你们看看那视频 是不是炸弹的七浪 把这个汽车干天上 往掉地下的 美国就是睁眼就说瞎话 只要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只要你不瞎 你都能看到 是光畅一下爆炸 把车干起来的 往回头 他说是窗户栏上干起来的 往掉地下爆的炸 那他妈瞎都能瞅了 眼瞅大火光 干天上去 那车掉下来的 他就说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恐怖袭击 这么其实就是汽车炸弹 回头呢 要我跟你讲 我说他这东西吧 就是他老 就是老虚报这些假新闻 但是呢 你要是看他的综合新闻 往一起传联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你就知道了呢 这个事件刚出完 就刚发生完 不到两个小时 你再刷一下网站 你就发出来了 刷什么呢 美国对外公布的 说我们成功的破获了一起 关于印度渗透到美国 刺杀西科教 一些领导官员的 这么一个 这个事件 兄弟们 加拿大跟 加拿大跟印度阿三 就因为这个西科教 都干一年了 他说成功的 挫败了一次 印度渗透到美国 去刺杀 什么西科教 什么什么 银士这个事 我怀疑就跟这次 加拿大过境 正好到美国的 这个 这个彩虹桥 能没有点联系吗 兄弟们 你们想想 国家说对打对来 这个事阿三干的 你们可能会觉得 老过 我撒谎事的 这个事 就是咱们要是综合 他这个新闻看 从第一条到两个小时之后 美国俩就说 我们成功的 征博了一起 什么关于阿三 渗透了多少人 到那个美国 通过加拿大到美国去 渗透 玩回首 这个美国开始警告阿三 而且是国家外交部 直接发表声明 警告的阿三 怎么警告 就是这么的 近期 印度的一些 政界人物 参与到 袭击和屠杀 这个西科教 一些领导层的 一些人员事件 包括他们的 印度大使馆的一些人员 都参与到 刺杀西科教人员 他们从加拿大 干到美国 我们发现 就是有一些 涉及到这个西科教 还有一些 在美国的一些暴力事件 都跟印度的西科教 有直接的关系 就虽然说 不是西科教干的 也是印度政府 针对西科教 这些人是干的 你们会觉得 我为什么 印度要干这个事 就是因为 美国和加拿大 利用西科教 在颠覆 印度的政权 这回懂的 哪个懂 我讲的够详细吧 兄弟们 要有的人 你要是不这么详细 大伙都听不懂 什么西科教 什么印度 什么他妈美国 什么加拿大 这回我给你讲 你们就明白了 美国抓住了 西科教的弱点 因为印度在清除 这个西科教 而现在 美国和加拿大 就利用这个西科教 天天上回人家 说你妈的 针对美国 针对阿山 把这国家政权 给他垫覆了 引体炸弹 着火恐怖事件 爆炸 干这个 所以说 这阿山一手 这帮币太坏了 他们在利用 我们这么一个教派 在颠覆这个政权 给老莫迪的整理 现在莫迪国家 印度阿山 很多地区 都出现了西科教 什么游行啊 针对莫迪啊 针对政府这个事件 他越游行 越针对政府 阿山就越会 因为是美西方国家 渗透实力 导致武装 我们的西科教 与政府为敌 懂得打不懂 所以说他就开始 柯纳刺杀 比方说 美国有个西科教头 刹他 把柯卵死他 加拿大有个西科教教头 弄死他 为啥 都是他们在山东 只要他们这些局面 和这个事件 越来越多 两个国家之间的裂痕 也就会随之 越来越多 你想想 如果西科教 在这个印度 这个反 反这个印度政府的 这个势力 越来越猖獗的话 他是不是就会 越来越恨 加拿大和美国 我说对 打个对 所以美国今天 一顿警告 说我告诉你 我们绝对没参与过 任何武装 你们西科教 或者是我们都不知道 你们西科教 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把这些事 你们上我们美国来 干这事 我告诉你 带逮了 我就收拾你 阿山直接回怼的是什么 你们非法煽动 和武装保护 我们正要捉捕的一些 反政府的一些教派 而美国不承认 美国说 我这个国家 从来不保护那个 你要说我美国别的不行 我搞破鞋啥 我行 这事我不干 但是阿山今天 把这事干挺狠 我来说说我罢了 我来说我 我来说我